这个这个这个 对对对对了 好 这些羊主要是从猪奶湖它的产高地 产高完了以后 藏羊回迁 回迁在出马河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是属于洪水季节 有些羊就过不了河了 有的那个小羊和母羊又失散了 失散以后就被救助到这来 这个小围栏就相当于 藏羊的幼儿园一样 从那以后的话 就开始从一个探险家和摄影师 转变为一种环保主义者 来从事可可惜的圣诞环境 前面就是那个昆明山口 我们借用了航空地图 还有摇杆地图 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重叠 可以计算出来 冰川在近40年间退缩的距离 通过我们的计算 我们发现长城原图最大的冰川 在近40年间至少退缩了4000米 其实冰川对于高原的 就是本地居民来说的话 自观的重要 对于高原的生态环境 也自观的重要 因为冰川的话是高山的血液 冰川的溶水 孕育了当地的草原和森林 才使这儿有了人类的生存和基础 当我们失去了冰川 这个生态环境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么生活在冰川底下的人 兴许也会成为生态的难民 所以我们在长江源头 建立了我们中国民间的 第二个自然保护站 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 就是要保护当地的水生态环境 环境保护的没有终点 我走的这条路也是只有起点 而没有终点 以前有一个记者送过一句话 以长江做背景 你不敢不刚强 我要保护长江源水生态环境 我要保护可可幸运 我要保护这些张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静音乐